女星人舒心因参与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2》而打开知名度 今年在戏剧圈的表现也十分亮眼 要身为流量小花之一 日前她飞往米兰和巴黎工作 并在22日出道7周年当天晒出一系列 在当地拍摄美照庆祝 然而从照片中可以看见 她拍照时将长棍面包放在地上的画面 遭到不少网友大骂她浪费食物 怒批她不知人间疾苦 所有余舒心的工作人员发文晒出了拍摄后续 偷了余舒心在结束拍摄后没有浪费食物 而是将长棍面包吃掉了 照片中也可以看见余舒心肯咬面包的样子 不过这则曾经贴文 人引来网友执意是在自导自演 很有可能拍完照片就将面包丢掉了 但有不少人力挺余舒心 认为她吃不吃面包都不关算命们的事 骂人的网友真的太无聊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